大家好,我是Stan Netflix料理生存综艺节目 黑白有利沙中的厨师与餐厅成为热议话题的同时 网络上关于No Kids中的高级餐厅也成为了争论焦点 引发热潮的黑白有利沙最近已确定制作第二季 节目中的厨师和他们的餐厅人气高涨,常常爆满 然而,部分参与节目的厨师们所经营的餐厅 被爆出是禁止儿童进入的No Kids中 而在网友们之间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最近在X上,有网友对黑白有利沙出演厨师精英的餐厅 以No Kids中方式运营表示不满 这位网友表示 Napolimapia,Triple Star,Yuriana Dorae精英的餐厅全都是No Kids中 虽然有人认为高级餐厅设置不接待儿童区是理所当然的 但也有不少高级餐厅并没有设置不接待儿童区的规定 像是123的餐厅完全是欢迎儿童区 这篇文章的点击量达到300万次 留言超过7000多条,引起了广泛话题 其实在韩国限制儿童进入的不接待儿童区并不难见到 根据韩国育儿政策研究所发表 截止2022年,韩国经历的No Kids中餐厅已超过500家 但是在韩国有些人对于运营No Kids中的高级餐厅持有批评态度 他们认为无明确理由的拒绝幼儿进入是一种歧视 但是也有网友们反驳 上述提到的Napolimapia,Triple Star,Yuriana Dorae精英的餐厅 因为必须点酒,所以应该是No Kids中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一般高级餐厅价格昂贵,花大钱用餐的时候 谁会想听到孩子的哭声 大家并不是讨厌孩子,而是讨厌不管叫孩子的家长 Yuriana Dorae的餐厅本来就是葡萄酒吧 想带孩子去葡萄酒吧的父母不是更奇怪吗 像这样的父母也有能力把幻影儿童区变成不接待儿童区 绝对不要和这样的人来往 在海外的米其林餐厅,孩子可以进入也没问题 如果是以酒吧为主,并搭配小吃的地方禁止未成年人进入才是合理的 但如果只是吃饭时喝点酒,却只不让儿童进入 这就是启示儿童 我在海外住了几年,虽然这里没有明确表示不接待儿童区 但当地的人们自然而然就不会带孩子去某些餐厅 有些高级餐厅是为了夫妻纪念日等特别场合设置的 大家会把孩子交给保姆或家人照顾 夫妻两人去享受安静的氛围 但我们国内似乎没有这种共识 所以才需要明确表示不接待儿童 不就是想和其他妈妈们一起去吃个饭吗 但现在孩子进入的话,这是不是在说 有孩子的妈妈就别来了 难怪出生率会这么低 在谈什么启示之前 先想想那些因为无理取闹的父母而受害的电传员工吧 刚才前面有网友说 123的餐厅完全是欢迎儿童区 但我去看了一下官网发现到这个注意事项 三,房间使用序之间预约方式 有可供4至5人使用的房间 房间无需额外收费 但序包含酒类在内消费满100万韩元以上 方可使用房间 房间可携带儿童 并可要求儿童座椅 中学生以上的青少年可进入大厅 也就是说 你要订房间才能带儿童来 而房间的最低消费是100万韩币 所以对于 贝有利沙厨师门精英的餐厅 圣读Kijichon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4次的生日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 嗯 比较 湯 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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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